沈維娜 嗨 妮金 對 巴西 巴西你們都知道了吧 不用說吧 家年華 沒有人醒的 今天聽說缺水喔 很多縣市不要辦家年華 對 所以就變家年華 因為像我們的地方就是連續一個禮拜 那喜悅的話就是兩個禮拜 然後家年華的時候就整個路上 就一定咪咪媽媽的都是人 那如果喝醉的話你也看不到他 幾乎很多是被踩死 聽到是被踩死 因為他喝很茫 沒有人把他拉到旁邊去 所以就刀在地上 那個結束的時候很恐怖 幾乎都爬在地上 女生啊 男生啊 那個樣子很搞怪啊 衣服可能也全脫了也是有可能啊 那你們那邊是真的撿屍體耶 真的是撿屍體 是真的死掉的屍體耶 對 因為他會一直喝沒有限制嘛 警察也不管嘛 所以那時候如果一直真的猛喝猛喝的話 又加跳舞 因為巴西很少會拿那個酒瓶嘛 他們都是戴那個帽子 像Cookboy 或者看你要什麼造型的帽子 然後會灌那個啤酒 或者就戴那個背後的 因為手要很忙嘛 手要很忙嘛 要跳舞所以 交際 對 沒有辦法拿酒瓶 所以我覺得那個家年華喝酒是 真的是算還滿恐怖的啦 如果 等一下 所謂的嘉年華 是就是說在一個期間 比如幾月幾號開始 那大家就出來跳舞 就這樣嗎 對 就是那個時間 大概二月到三月之間 像這一次是碰到二月嘛 所以他大概 像因為我們的地方比較短 我們大概只連續一個禮拜 像在那個余悅 因為它是首都嘛 全國放假 對 全國學校警察 全部都放假 所以怎麼管啊 那個喝是真的自由耶 可以有的熱到 就是直接拿酒來 把它當的洗澡 那你們這個禮拜放假 然後呢 總不能從白天跳到晚上吧 就是這樣子啊 跳到 就是一直跳 不回家的 路邊就是你家 沒有全家 巴西沒有全家 沒有7號 所以他就是 路邊就是你家 所以他 那你們晚上總要 真的就是一邊跳舞 那你們總要吃飯啊 我可能很多也不吃耶 就跳到 就是 不累嗎 所以那邊一邊喝一邊 跳一邊流汗 你又想喝了 我一直以為你們只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遊行 這樣玩就沒有了 不是 不是 路邊都在喝 就是瘋到可以連續一個禮拜 讓你這樣子 沒有人管你 管你吃 管你喝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白天出去跳 那總要晚上會累的會回來 這樣是嗎 然後第二天天亮再去跳是這樣嗎 很少會回來的 真的啊 很少會回來的 有的會回去 但是真的很少 那你們在外面幹嘛 外面好玩啊 那你們的肝應該都不是很好耶 對啊 為什麼要喝這麼兇 結果我就沒有去查 我覺得應該不錯 因為巴西人的那個運動量 你看跳一下佳妮華 第三天女生的妝整個都花了吧 你鬥一下那個屁股 像Ricky Martin這樣子 你一下酒精就沒了 你自己咧 你自己參加過 然後你喝到什麼程度 其實說實在 說實在的話 我在巴西我算很正常耶 我如果再怎麼喝 就跟其他的人沒什麼兩樣 但是在這裡就不太OK了 佳妮華跳什麼舞 佳妮華就跳那個Samba 上吧 腳喔 上吧 真的會耶 真的會耶 大家都這樣跳成一團 好High喔 他這樣跳舞今天還得了 NO 身體都要不舒服 他們隨便動就很有... 我相信 其實也會以前在那個... 那種Latino Bar裡面當伴侶 他們屁股是跟我們長得不一樣嗎 他們太厲害了 拉丁人的那個... 舞蹈細胞 他們的狀態都很開心 屁股有馬達的感覺 真的 好厲害喔 真的好厲害 好 貝妮可 嗨 妳是聖文森 是... 你們的節慶是什麼 我們在長... 我們是七月的那個... 清節到那個... 光風節 就是跟Carnival一樣的意思 然後我們的是... 差不多一個月 我們會開... 每個週末會開一個不一樣的派對 但是最後的三天 是我們最瘋的派對 然後那三天就是... 全天我們都在開派對 然後最後的是... Mardi Gras 我們是穿得是比較漂亮 就是頭髮都要穿得很... 很瘋很瘋的 然後上次都要穿得比較性感 比較性感一點的 然後都是要跳舞... 然後都是... 早上到晚上... 一天... 我們都在跳舞 然後喝酒... 你們跳的舞是什麼音樂 是我們... Jallabee High的... 是Soca 拉丁每週好多舞喔 對 Salsa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一種舞就是... 只有靜靜的... 就是靜靜的... 男生女生就這樣很靜靜的 好像沒有什麼在move 那個... 叫什麼一個... Salsa Salsa 沒有 靜靜的話應該是Bachata 你類的吧 Bachata吧 它就是黏著然後... 對 黏著Bachata 你知道Bachata 你知道嗎 Bachata是最... 最性感的舞 你知道 how to dance? Bachata Show me Show us 你要跟我一起... 一起跳舞 那他跟你一起... 他跟你一起... 來... Bachata 超性感的 來... 你會嗎 我會一點點的 OK 一點點秀一下 好... 你要跟我一起跳舞 我不是很會的 反正男生扶著就好了 沒關係 男生不用動啊 男生從頭到尾就是... 貼在他的屁股上面而已啊 對 Oh... Yeah WOW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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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去 我? 對啊 我? 我? 你去扶他的屁股,是不是 這個挑戰 你那也有點猥褻 你那也有點猥褻 WO WO 完全被擋住耶 對 被打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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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麥克風拿著 那個Bernica 你的麥克風拿著 好 那在你們國家的那個狂歡節 是跳什麼舞 狂歡的時候 Oh... Fest the camera 這個我需要音樂 這個可以的 OK,好 然後這個就是 然後就是 一整天喔,他剛剛講的 這樣一整天喔 對,從早到 從早到晚上 就是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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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 有,有,有 有 有,有那個feel 有那個feel 真的喔 那那個,那個來 Brasil Favi 來,我們一下子 中南美洲 一下子 非洲 還有我們台灣代表 海中恰恰 海中恰恰 PK PK 你那什麼 你那什麼 台灣的... 這個有 有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OK,好 謝謝 謝謝 你那是什麼 我... 因為我小時候看我阿伯 對,他們在這舞廳都是這樣 小時候印象是... 你的舞步還好 可是你的表情是什麼 對啊 為什麼嘴巴要這樣子 我一直身體很平衡 好,再放了 肚子好痛 OK 然後日本耶 日本會 日本 有Party嗎 Party 譬如說 前陣子的話 就有 潑湯祭 就是 只有男生們 在路邊上 然後他們 服裝很特別 穿 就是日式的 然後 因為冬季很冷嘛 下雪 然後路邊的人 都準備好那個溫泉的 溫水 然後撥給那個 路上的 丁字褲的男生們 就有這樣的祭 點 噢 潑湯祭 對,還滿特別的 性感 那走在下雪 然後只穿丁字褲會不會很冷喔 會很冷 所以他們 一直走 一直走 就 聽到那個開始的聲音就 啪 他們跑過去 然後跑的過程中 那個人家會給他們潑湯 潑湯 對 對,因為那個溫泉有很多效能 所以意思是 除 辟邪的意思 辟邪 對 韓國會去夏威夷的 去濟州島 對 我們沒有像巴西啊 日本也那種的 派對 就是跟台灣一樣 頂多就是卡拉OK 然後我們通常 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 都畢業的時候 都去畢業旅行 所以上次那個船翻掉 就是要去濟州島 對不對 對,沒錯 歲月號也是 就是要去濟州島 對 因為你們習慣畢業旅行 一定去濟州島 對 蜜月旅行也是 蜜月也是 對 那時候 那次的事情 全韓國的媽媽 不要講韓國媽媽 我們台灣的媽媽 看了都哭了 那個學生還就是 最後還有傳簡訊給媽媽 最後一封 那是全國都很難過 對 對,還再難過 那現在還去濟州島旅行嗎 還是有 還是有 大家都坐飛機去 不敢坐船 對 不敢坐船了 對 也比較快 對 美國吧 那你們去濟州島會喝酒嗎 當然 因為都是瘋狂 發洩壓力 韓國的酒店好可怕喔 男女多喝啊 我跟韓國人喝酒 我第一次台灣人會怕的 你知道台灣人喝酒 已經算很厲害了 然後 因為我參加派對 我是參加日本的那個旺年會 日本旺年會 日本旺年會就是像尾牙一樣 不管是那個上班族還是學生 那我在日本念書 所以我是參加學生的 那日本很多居酒屋都是喝到飽 那日本很多居酒屋都是喝到飽 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賽 在日本開居酒屋是喝到飽的 日本人應該很會喝酒 結果 果不其然 日本酒量超爛的 超級爛的 我曾經看過我們班女生同學 就是 她就喝那個可爾比斯沙瓦 我想說這個應該是果汁 對我們台灣人來講是果汁 她一杯 開始跟隔壁 就是她心裡的男同學說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歡你 你為什麼不跟我在一起 那我們想說她應該是戒酒裝瘋吧 結果不是她是真的醉 因為她講完之後她就在廁所狂吐 吐什麼啊 她只喝那一杯沙瓦 她只喝那一杯 然後我們在旺年會之前 然後你知道有男生比較愛玩的都是 比較兇狠的 就是出去玩 男生會把眉毛剃掉 那一種都是比較愛玩的男生 然後她就一直問我說 你酒量好不好 我說我酒量應該還算不錯 我說那你 他說我酒量超好的 我們旺年會的時候 我就要把你灌醉